洛世市府与警局今天联合宣布 周末拿枪换离卡枪支回收活动的成果 警局总共收缴746把各式枪支 其中有29支枪支属于攻击性武器 收缴的枪支从钢笔手枪到粉红步枪都有 种类繁多 让人目不暇迹 这项不问枪支来源 希望以超市离卡收缴街头非法枪支的活动 自2009年来已经举办10次 回收枪支总数超过14000多支 对于上周末若是由一口气回收700多支各式枪支 市府与警局都感到满意 对于被质疑 这样撒钱回收枪支 其实对治安起不了作用 局长倒是意间扛起治安责任 其实现场有点像枪展小到这支钢笔手枪 甚至这支枪身被涂成粉红色的AR-15 还有这支要价3000美元以上被称为最伟大雇用兵武器的FNFAL 让人印象很深刻 警局说这些枪支将立刻被销毁 不会回卖到市面或拿来做其他用途